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再次跟周周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情绪和身体的一个关联 事实上呢 现在的心理科学的研究 和整个的这个医疗科技的一个发展 大家早就已经确认了 大概30年前就已经确认了 就是我们身体很多的疾病 跟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 然后我们孩子很多的症状 跟父母的情绪也是相关的 不管是作为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么有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在情绪中 情绪中的表达 不能顺畅的表达 不能顺畅的表达自己的需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呢 憋屈了 觉得自己特别憋屈了 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这个时候这个情绪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作用 然后不同的情绪 作用在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部位 然后会诱发不同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这个 比如说孩子 孩子最常见的什么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感冒 哮喘 腹泻 还有那个 失诊什么的 比如说失诊 哮喘 鼻炎 这个都属于变态反应 它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过于敏感 就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高敏 就是一点点刺激 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很多普通人 对于其他人说 就是飞飞花粉 有粉尘 或者说有一点点满虫 有其他的昆虫 有点不干净 我们这堂人是可以耐受的 但是对有些孩子来说 它就是一个高敏的体质 喝一点牛奶 它马上就不行了 一体蛋白 这个一体蛋白就会造成它的过敏 然后妈妈的母乳 还有这个小朋友 穿的那个棉质的衣服 很多小朋友不过敏的 但是有的小朋友 即使更换一个尿布的品牌 更换一件新的这个棉质的衣服 即使是洗过了 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症状 还有的孩子他会流口水 就我说的是婴幼儿时期的 婴幼儿时期的这个孩子流口水 那么这个口水也会诱发 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湿疹 特别多 这种孩子如果他有一个特别大面积的 一个湿疹的发生 那么这个孩子大概率 再往后他可能就会有 喘息性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气管炎 然后慢慢发展成哮喘 就是非常有幸的 我在医院儿科 因为有一段时间 因为儿科我们 在我工作的那个时候 儿科是特别特别猛的 时时刻刻那个儿科门诊和病房都是人满为患 小患儿特别多 小患儿特别多 那么这个有一个小患儿就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个名字我就是做一个画名好吧 这个不方便说这个患儿的真实性命 那么这个也都是我经过经过了一些加工的 大家不要去对号入座 那如酒雷同真的是纯属虚构 纯属那个巧合 真的是纯属巧合 那么有一个画名叫什么 叫俊俊 这个孩子呢大概 我见到他的时候呢 他大概是三岁左右 然后我就听这边的护士说 儿科的护士说 他每个月都会来儿科打针 有这样的孩子 而且在儿科你可以看到 儿科这一个月反反复复 这两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总是那些个孩子龙环 他又来了 他下个月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那跟护士医生混的都很好的 我又来了 我又来打针针了 本来从刚开始很害怕打针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痞子 就来打针我不怕了 你打吧 其实他心里是痛的 他怎么会不恐惧 他恐惧的 那么这样的孩子 为什么会频繁的去感冒 为什么会频繁的去 发生一些喘息性的这些管理 喘不上气来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哮喘 他可能就是一个 浅而快的一个喘息 喘不上气 那么这样的孩子为什么 就是这样的孩子为什么 一发感冒 一发喘息心 这些观念 一发哮喘 那么事实上 跟我们家长 在抚育的过程中 对于他的一个过度的保护 和侵入 是相关的 对对对 对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有一句话叫做 妈妈觉得你冷 对对对 奶奶觉得你要穿秋裤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是作为妈妈 还是作为这个奶奶 作为这个主要的抚育者 把自己的感受 自己对环境的感受 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经验 是经验似的这种感受 怎么样 就加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 那事实上 这个孩子 他其实知冷热 知保暖 他知道开心和不开心 我们的小朋友 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你不要觉得这个小朋友 出生了 他是没有感知的 他有的 他对声音 对样貌 对这个情绪 是有非常敏锐的感受的 这就是天性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妈妈 奶奶或者是主要的养育者 给予他的这个过度的保护之后 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 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和敏感 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在研究新生儿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那个高端会所 去专门做了高端会所 专门去跟那个新生儿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 大概工作了八个月 我们就会发现说 不同的父母跟养育不同的婴儿 出现的这个婴儿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 当这个妈妈 当这个妈妈进入到这个会所的时候 如果这个妈妈把什么东西 说他不要 我不要管这个孩子 他孩子是没有互动的 他这个时候觉得 我生了孩子很辛苦 我需要一个好好的休息 我不要喂奶 我不要去照顾这个孩子 他拉不拉 尿不尿 跟我没关系 那都交给这个护理师去做 全部交给护理师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 孩子跟他是没有眼神的交流的 这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妈妈 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期待的值 对这个孩子喜爱的一个值 这个妈妈有没有真正的 很期待这个孩子的降临 有没有真正的很喜爱这个孩子 因为有时候这个妈妈 她可能在她的这个成长历程里面 就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照顾 那么她跟孩子的这个互动 就是冷漠的 隔离的 是一种其中的一种妈妈 那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 她一定是缺乏安全感的 她缺乏跟人建立连接的可能性 就是你会发现在成人的世界里 有些人你跟他去接触 就是很难的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可能过一会跟他说话 你就不愿意跟他讲了 你也不愿意再跟他发生任何关系了 这种人就特别不好接触 那是不是他不想跟你接触 他想 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其中一类型的妈妈 就是她比较忽视这个孩子 比较不太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那么真的会有这样的妈妈 在我的个案里面 在我曾经一个个案里面 这个妈妈呢 她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女生呢 怎么说呢 她怀这个孩子的目的 不是因为爱这个爸爸 因为她是一个二加一的身份 她是一个二加一的身份 她怀了孕 她真的喜欢这个孩子吗 要用这个孩子怎样 她是有目的的 她是期望用这个孩子 把这个男人 拉回到自己的这个关系里面了 所以她在整个怀孕阶段 其实都是不太 情绪都是不太好的 因为她一直在 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去挣扎 一直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去 突破 抢夺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应该跟我怎么样 你不能对我不负责任 那么事实上 她在整个怀孕期间 她的状态都是不太好的 她差不多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公缩表现 假性公缩的一些表现 所以这个对一个女性来说 这个孩子 不是被她真正的 是发自内心的爱的期待 那么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妈妈可能就是 我没有做好准备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但这个孩子突然意外就来了 突然意外就来了之后 其实我是很不耐烦的 我是非常不耐烦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我不能说这个妈妈就 我很能理解这个妈妈 但是这个妈妈跟孩子都互动 她在未来就是不好 当我们一个孩子 在怀孕期间就没有被妈妈期待 也没有被爸爸期待 那么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常说的人格障碍 因为她的情绪 情感的发展都是受阻的 她从一开始 从怀孕的阶段 就被爸爸妈妈所嫌弃 你就不该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她可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都不太好 我们就接到过 为什么我们会说那个留守儿童 就是不管是城市里的留守儿童 还是在乡村的这个留守儿童 问题都特别大 就是当时我们在一个妇联 去参与一个那个公益的 叫花木兰的公益的进入城镇乡村的一个 心理辅导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些留守儿童问题都非常多 比如说有的女孩子 有的女孩子从小爸爸慢慢出去 赚钱了打工了 有的女孩子在家里 大概也就是五六岁四五岁 那跟你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一起 那么可能受到的保护不够吗 本来父母常年不在家 那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可能给到的你就是吃饱穿暖 就可以了 就生活无语就可以了 但是在精神层面的交流 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丰富 然后这个女孩子呢 就是来到我咨询室的时候呢 就跟我讲了 她在她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有十七岁了 已经十七岁了 那么这个女孩子就跟我讲 她其实这么多点一直都非常痛 因为她在四五岁的时候 就被隔壁的隔壁的同村的隔壁的书 侵犯 但是 但是这个孩子小 这个孩子小 她拼命的挣扎 她跑 她跑 虽然说没有就是更严重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比巨大的一个创伤 所以她现在看到 所以她 所以她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恐怖的 我们叫做恐怖症 她就非常恐惧 非常恐惧一个人待在一间屋子里 她就非常恐惧 那个比较 因为性侵她呢 是一个叔叔年纪有点大了 大概已经将近六十岁的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她就非常恐惧这个年龄段的一些男性 所以最后导致她在青春期的时候 她的父母 虽然回来了 就是不叫回来了 他们是在县城 买了一栋房子 买了一栋房子以后 到了那个中学 初中的时候呢 把她接到了身边 但是这个时候 父母在跟她去沟通的时候 就会发现非常的困难 那么这个孩子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是什么呢 因为她长期得不到父母 特别是妈妈的一个理解 支持和帮助 她其实是来例假的时候 她妈妈也没有给到她一个很好的指导 所以就是 就是来例假的这个事情 也让她觉得非常的恐惧 就是你想在小学阶段 可能也上过一些生理卫生课 但是这些课 毕竟是一个大课 那么并没有一个老师 可以下来跟你讲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 你该去怎么处理 她有哪一些身体症状 没有的 所以这个部分 她是非常的 她对于她女性的身份 就是她已经17岁 来的时候已经17岁 她对她女性的身份 她很痛恨自己是个女孩 她会觉得说 自己因为是个女孩 不是男孩 所以不能跟父母在一起 因为他们家最后还生了一个弟弟 还生了一个弟弟 但是这个弟弟呢 就是一直被她父母 因为小嘛 就一直被她父母带在身边 她就非常痛恨 她说因为我不是男孩 所以我没有办法 跟我的父母在一起 从非常小的时候 她就会认为说 她是家里那个 是最不受喜爱的那个人 她一直很嫌弃自己 那么等她来的时候 她已经出现了一些幻听 已经出现了一些幻听 然后已经出现了一些 精神类的一些症状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 做一个母亲 做一个妈妈 做一个爸爸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 你要孩子的准备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 你要去很好地养育 这个孩子的一个准备 你没有期待这个孩子 来到你们的生命中的时候 那你们真的要慎重考虑 还有的父母 他因为他自己的经历 就不太好 他自己的经历 肯定就不太好 也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关爱 也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养育的成长的 这个过程 没有 所以他没有办法 有好的一个 可以模仿的模型 因为我们教育孩子的状态 都是通过模仿学习 来自父母的 来自社会的 来自整个大家族的 是通过这个模仿学习 来沉淀下来的 我们用这种方式 来继续养育我们的孩子 那么当这个 当这个父母亲 没有得到很好的 一个相应的照顾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办法 有好的方法 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所以这样的孩子 比如说像 这一类不期待自己孩子 来到生命中的 这一类的孩子 那么他在日后的发展 特别是进入 小学阶段 中学阶段以后 这样的孩子 就特别容易抑郁 那么他身体的症状 可能就会出现 他身体的症状 很有可能就出现什么呢 他跟同学交往不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 跟这个父母 共同地去交流 他不知道亲密关系 或者好的关系 是哪一种表现 没有人给他模仿 没有那么充沛的一个爱 让他感受到 哦我跟小伙伴 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交往方式 我们可以去分享的 我们可以去共同玩乐的 没有的 他不会 他没有学会 所以这样的孩子 特别容易出现一个 抑郁的情绪 抑郁的状态 然后就是大家就会说 哎呀现在的孩子 抗错能力太差了 哎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这个时代的 孩子抗错能力太 而是这个时代 本身就是一个 泛焦虑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养育方式 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且这个时代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集体 就是一个大的环境 我们叫做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的 这么一个年代 就是焦虑的 对于现在为什么 就是字什么 那个不能说啊 这个比率 不管是儿童青少年 还是青年 中年 它的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 整个的焦虑值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 在我们下一代人 身上都是非常高的 而在我们上一代人 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现在的 癌症患病率非常高 癌症患病率为什么高 因为它没有办法 在现在的生活中感到愉悦 医生丁大概也就是几千块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要去维持一个 比较好的生活 几千块只够你 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 那么在这个 它整个的 你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的长辈啊 为什么三高特别多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胆固醇 对吧 还有高血糖 那么其实这个部分 都是因为我们的需求 没有正确去表达 造成了我们的这些东西 在身体中的一个症状的淤堵 导致了 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 我们的高血压 我们的高血糖 全部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自己情绪的 常年的压抑 不能准确的表达 自己的情感和需求 对对 就好比说 熊威老师我问一下 就是我观察到 就是我们原来说 哎呀这个人心宽体胖啊 能吃能睡啊 但是就发现这个人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肥胖 一个就是他心脏病 对 是不是跟他 就是高质 他的这个分度 都是压抑住了 他的需求 对 像心脏病的人 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情绪 是什么呢 愤怒的压抑 就是愤怒的压抑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 自己不高兴了 自己生气了 他都是自己压着的 他不能去外放 所以就导致了 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他的回心血流的 这个通路就出现了问题 血压高也是一样 血压高是血管 这一块出现了问题 血管壁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各种癌症 女性 这个像以前肝癌 怎么了 听不清吗 以前肝癌的患者是特别多的 但是现在肺部的疾病 是特别多的 肺部的疾病 就是跟呼吸系统相关的 这个疾病非常多的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口罩事件的那个病毒 它也是什么 跟我们的什么 呼吸系统是相关的 对吧 第一个是我们环境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整个的整体的 这个空气的质量的环境 其实是不好的 特别是你生活在上海 你知道的 整个的空气质量 真的是不好的 是的 然后高楼太多 这个整个的 这个立体的交通网太多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让人产生愤怒 就是会非常的愤怒 因为你一眼其实是看不到什么的 你一眼看到的都是楼 都是桥 都是高架 都是道路 你没有宽阔的一个视野 你没有广度 你的视线都是被阻 都是被阻挡的 其实这个时候人的心中就是怎么样 被压着的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股 有一股怒气的 还有这个怒怒症 怒怒症也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的犯焦虑的这个时代是相关的 所以就是不要不要去指责孩子说你就是没有看错能力 现在看下能力怎么这么差 你你你你怎么一动不动就要寻死命活 其实真的真的不是他们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公立学校 我们可以看到公立学校里面一个班级 因为我们在学校也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一个班级 比如说我们工作的那个中学和小学是非常好的两所学校 那么这两所学校一个班级 就有就是他们的小学部 大概就有40多个人 那就是从那个老师的讲台一直排到的那个后墙根 就是这么多的孩子 那么其实这种拥挤 逼确的环境 也会无形中增加孩子学习的压力 为什么在 就是在我们的邻国岛国 以前自杀率很高 在他高速发展的这个阶段 他的自杀率是很高的 为什么 他的空间生存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 不管是办公的空间 日常生活的空间 都是非常小的 那么这种逼确的环境 就会让人无形中 有很高的压力值的压力的一个预知 焦虑 而且你会现在发现这个人 他都很怎么说呢 力气很重 力气是非常重的 经常可以看到很小的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一笑敏恩仇的事情 但是他们可能就会发展出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后果 大打出手 互相谩谩 那么现在力气是非常重的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一个大的这个环境是相关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去责怪孩子 为什么你的抗错能力那么惨 我们还要额外的再跟大家增加一些什么 你就应该去搞一些生育教育 这个真的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只会把孩子送到另外一个方向 让他们更加的痛苦 那有人问了就怎么样去除这个力气 其实这个力气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那我们做点什么 诚文艺老师就是 比如说这个孩子你看 他就是抗错者能力就呈现出来的 就很脆弱啊 然后也很容易发毒气啊 对当我们 那你觉得从你的临床经验来看 卡住了 卡住了吗 刚才你说什么 对对对我没有看到 我不知道是哪边卡 反正我没有听到刚才那个主要的描述 对对对就是这个家长问那怎么样去除力气 这个去除力气可能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去做的 不是我们个人去改变这个环境 那我们是改不了的 这个这个这个工程它浩大 不是我们的个人的能量所能去做一些变化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其实在教孩子的时候 其实也在教老师 因为老师也是一样 老师的工作其实也是蛮繁忙的 比如说我们在公立学校里面 老师压力很大 他不可能管到一个班上那么多孩子的 大家真正的深入到那个课堂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这个老师不怎么管我们 或者说这个老师不太负责 不是这样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我现在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 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广泛的运用一些艺术性的疗愈的方式 比如说绘画 比如说音乐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去怎么样 去慢慢的觉察自己情绪的一个变化 可以去平衡我们的情绪 比如说我们力气很重 那要看谁力气重 是家长力气重还是孩子力气重 那孩子力气重 大部分是来源于家长和外界的压力 我们得看这个孩子的力气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家长和这个孩子 是如何互动的 那么因为这个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孩子 他本身就是一个难养型的孩子 我们把那个婴儿也会分 他有一些难养型的孩子 有一些容易养孩子 那么确实是有的 那么有的孩子 他就是天生出来 他基因中就这样的 DNA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比较难哄的 他吃饱了 他也会哼进来下 他穿得很干净 很舒服 身上很干爽 他也会哼进来下 就是他有很多的愿望 就希望你抱抱啊 哄哄 他就是要跟你去抱嘛 他就是要你抱 他的需求会更多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他就是天性 就是这样子的 他并不是有对错 没有对错 没有好坏 这个他DNA里面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以后就非常有活力 这个孩子可能就特别精力充沛 这个都是人发展的一个变化 就很有意思 那么这样的孩子 如果就是这个父母 这个父母不能及时的看到 这个孩子更有活力的一面 那么当这个孩子出现一些需求的时候 那可能给到他的就是什么 你很讨厌 这个孩子很讨厌 我不要去抱 你怎么又开始闹 我刚给你换了尿布 你怎么又开始哭 可能就会把这个孩子扔到一边 那么这个孩子是受挫 那么这个孩子积攒下来的愤怒 在以后等他会表达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作了 对他这个一定是从你怀孕期间 到婴幼儿时期到儿童时期 再到这个学龄期 再到青少年期 它是有一个发展规律的 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孩子的力气 是从哪来的 对如果 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呢 我们会教给这些孩子一些方法 首先呢 这个方法 其实我们是用了很多次 非常好用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就是来找呼吸 就是来找呼吸 没有什么多深奥的一些动作 多深奥的一些工具 没有的 就是你来找呼吸 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把自己的手啊 我们女性啊 多半都喜欢用胸 女性喜欢用胸式呼吸 当然呼吸一下来就是胸挺 你们自己可以觉察一下啊 呼吸的时候 我们会说 小胸脯一挺一挺的啊 这个是女性 所喜欢用的一种呼吸方式 但是我们的男性呢 他就 因为男性他主要是什么 在我们的狩猎时代 他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出去狩猎嘛 那么主要是干一些危险的活嘛 需要奔跑嘛 却要去打架嘛 那才可以拿回食物来养育家里 那么我们的男性更擅长 擅长应用什么呢 他擅长应用腹式呼吸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找一找 我们怎么样来找到自己 腹式呼吸的方法 我们跟小朋友教的时候呢 就跟他说是小青蛙呼吸法 就是我们可以双手放在自己的腹部 双手放在自己的腹部 然后呢 用鼻子吸一口气 感觉到这个肚子是鼓起来了 吸进去感觉肚子是鼓起来了 然后再用嘴慢慢的肚子收缩 再用嘴慢慢的把气呼出来 这就是一个腹式呼吸 我们可以 如果就是你在坐着的时候呢 你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我们可以去躺着 可以找张床躺下来 把手放在自己的腹部 进入到一个深而慢的呼吸 缓慢的吸气 让腹部鼓起来 在腹部慢慢的收缩 用嘴把这口气慢慢的吐出来 就是我们只关注这个吸气 然后呼气 这个时候我们只把我们大脑的这个专注点 关注到我们的吸气和呼吸 重复个十次左右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就会感觉到说 我的情绪似乎真的会平和下来 所以这个简单的练习在家里 不管是自己还是拎着孩子 我们都可以去做 然后我们在这个跟孩子去教这个小青蛙的腹式呼吸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啊他都非常非常高兴 然后他们都做得非常认真 然后给到我们的回馈也是 哎老师 我真的觉得 哎真的觉得让我舒服多了 确实是的 这种深而慢的呼吸 它会让我们的氧含量增加 氧含量增加 我们血液中氧含量增加以后 我们的大脑就会变得更加的舒服清醒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习 在家里就可以去做 然后在我们带团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带团队的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力气 那么有很多人他有这种力气 那我们孩子我们就会让这个孩子做完深呼吸以后 跟我们来一起画画 我们其实从来不要求这个话你画的有多好有多像 你这个色彩有多么的多么的丰富有多么的协调 不 一切源自于你现在头脑中出现的印象 就是我们会让这个孩子选他喜欢的颜色 画一个圆圈就代表你今天心情的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的心情是激动的 我是有活力的 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 这个活动大人孩子都可以去做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艺术疗愈营里面 在我们线上的这个艺术疗愈营里面 我们通过这样的艺术疗愈的方式 通过这个媒介和工具 让很多的成年人真的在那一刻找到了自己情绪的出发点 也知道了就是说我的情绪从何而来 我的情绪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心境得到了一个疗愈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做团体的时候也会有一段音乐 那么这段音乐你拿着画笔 这段音乐在你的画笔流淌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形状 让你想到了什么 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让你想到了谁 为什么他会让你想到他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些内在的呈现出来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和在一些团体下落里面抬头都是可以慢慢的去呈现出来的 非常舒服的 那么再去跟自己的孩子去沟通去交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孩子不那么容易引起你的情绪 或者你跟你的先生也会觉得说没有那么容易引起争斗 因为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或者恋人关系里面 那么更多的时候就是要争赢嘛 很多的时候都要是争赢 那当然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天性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就是天性 竞争就是一种天性 不管是男性女性 不管是异性 那么竞争就是天性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在孕育的这个过程里面 本来就是竞争结果胜利优先的那个 才可以有生命的方式绽放出来 就是你赢了嘛 你赢了你才可能有生命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这个竞争就是在这个 在任何关系里面它都是存在的 你就是跟你自己的孩子也一样是有竞争的这个部分在 有时候父母会很嫉妒 这个孩子怎么过得比我们以前要好 你怎么那么开心 你不能开心 那有的父母他是这样的 因为他经历了几十年的成长以后 他不能让自己开心 他觉得他自己幸福就是罪恶的 我怎么可以比我的父母感到幸福 我怎么可以过得比我父母更快乐 不可以的 所以在我们的成年人生活中就会有一些故意破坏性的行为 让自己不开心 让自己不幸福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一定是跟我们的成长经历是相关的 一定是跟我们在养育过程中 所赋予的这个情绪 情感的这个变化和这个程序是相关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身体变化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呢 我们有一些人群他就是有一个家族 为什么我们总是问家族是 这个家族为什么就容易得癌症 这个家族为什么就容易得高血压 这个家族为什么就容易得这种乳腺的疾病 前列腺的疾病就男性女性嘛 或者说是你这个家族就容易出现一些异症 那为什么会 第一个他有DNA的影响 那么这个DNA这个基因恋 他就是在这里有DNA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成长环境和认知情绪情感 因为这个都是延续下来的 都是延照样的 询问老师我估计大家都很想听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女性的这个乳腺的疾病 和男性的前列腺 这个的话跟她们的哪一类的情绪有关呢 乳腺的疾病其实是这样的 乳腺的疾病其实是对对方是非常有愤怒的 就是对自己的伴侣 对自己的伴侣是非常有愤怒的 就是跟自己伴侣的沟通 或者是在那个平日的相处过程里面 其实矛盾是有点多的 然后可能她们的夫妻生活嘛 可能是也有点问题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 其实女性 其实有的女性正常的情况下 她是有需求的 对吧男性也有需求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大环境里面下 那么男性她的其实活力是不够的 活力是不够的 就是她发起这种活动的活力和想法是不够的 他想法不够了以后这个女性也有需求对吧 那么女性也有需求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去满足 那么她跟她的老公关系就可能有点 因为这些事情 就表现在外放怎么一点点想事情就开就开始贬低这个男人 去说这个男人 你怎么不够努力 你怎么回家也不干活 你怎么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那事实上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夫妻关系可能 夫妻生活可能是有点 需要找到平衡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乳房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对丈夫的情绪和对孩子的情绪 和对其他人的情绪关照太多了 哦 却没有关照自己吗 是 就一直在关照他人的情绪 对 特别是像咨询师啊 特别是像咨询师 如果说有你在无意识中选择了咨询师这个行业 或者说无意识中你选择了医生护士这个行业 那是什么 本身你就是有一个拯救者情结 你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关注他人的情绪 关注他人的感受 在为照顾他人而生 那么这个时候对自己的官儿可能说 那我先把别人的事做好 我先把照顾他的事弄好 我先照顾好孩子 我先照顾好老人 我先给这个老公照顾好 那么往往照顾到自己的时候没有精力了 这个时候你的乳腺就罗约出问题了 你的这个愤怒 你又没有办法去跟你老公说 我不想照顾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因为照顾引起的 他会觉得安静我的本能吗 我不是应该去照顾好这个家庭吗 我不是应该去照顾好这些孩子吗 就是他并不能意识到说 是因为我对他人的情绪和情感的照顾太多了 而忽略了自身的一个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的乳腺就出现了问题 纤维瘤囊肿都会有 然后还会疼痛 那么在今天期的时候 可能这个乳房胀痛也会比别人更重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子宫肌瘤 前两天又听到好朋友 还有子宫肌瘤 他说医生说的他必须要做手术 那这个是 子宫肌瘤呢 第一个就是 他跟子宫肌 子宫是女性特有的一个生殖器官 那么这个生殖器官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他对自己女性身份呢 一直是有愤怒的 对生育 一直是有愤怒的 所以他会长肌瘤 所以有些人会子宫内膜异胃 有的人会有腺肌瘤 那么就出现子宫及其附件的一些病变 他对女性的身份有愤怒 他对女性的这个生育是有愤怒的 所以这个部分他就会容易 他自己并不知道 没有意识到 这个是无意识里面的是很难意识到的 是非常难意识到的 就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这个孩子啊 还有流产 流产 就女性她流产 也是对待这个生命的不接纳 习惯性流产那种 有一种习惯性的流产 她对生命的一个不接纳 我没有办法让这个生命在我的身体里面孕育出来 我不接纳 所以我让它流掉 那么这个就是情绪情感在我们无意识里面的一个呈现 那么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 有的那个女性她会有痛经 有因为腺肌流 她可能因为出血也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更多的是什么 不要跟这个男人发生关系 哦 其实也是一种自己保护自己 就是我有了这个问题吧 我就不需要从事这个活动了 嗯 她对自己 对 她在关系里面 那用身体的症状说 那我疼吗 我出血吗 那我就可以不用做这个事了吗 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对关系的一个愤怒 对关系的一个 对关系的一个隔离 她是不愿意跟这个 跟这个人跟自己的伴侣 发生更好更多的一个亲密的接触 她不是不想 而是她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艺术疗愈里面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团体沙龙 或者资讯里面 需要去慢慢呈现出来的 这个我们讲起来好像就是 啊 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但是事实上很简单 但是你让她真正的去 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去觉察到 这些东西是不容易的 是非常难 有的人他会觉得 怎么可能 我根本不是这样子 他会觉得 对这个是很荒唐的 他也不想去面对 所以就是在咨询工作里面 这种解释 一定是放在所有的 前面的修通之后的 解释澄清 一定是放在所有咨询工作的最后 因为你啪一下把这个东西 给他提到前面来 啊 你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会认可的 因为有一个天然的防御机制 有一个防御机制叫做否认 那么这个否认的防御机制 就会让他出来保护自己 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有益的 不管是腹痛 不管是出血 不管是长肌瘤 这个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一个行为 他是可以获益的 这个症状都是有意义的 对 所以他不可能说你说他你去揭穿他 你去怎么样拨开他的这个洋葱里面的心 让他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个前妻来说在咨询工作里面是不可行的 对对对 那刚才我们提到女性的话是这个乳腺啊子宫啊 那男性的这个部分呢 前列腺 比如说男性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列腺 前列腺的问题 那么前列腺的问题呢其实是什么呢 来自于对这一段关系的压力 可能就是有的人说 那可能是有职业性的一个职业性的一个呈现 比如说司机 比如说久坐的人 他容易出现一个前列腺的问题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更多的是来自于关系 来自于关系 伴侣的关系 不管是夫妻 不管是伴侣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关系里面 他是倍感压力 倍感压力 他没有办法去他通过这些症状 来怎么样 来逃避跟他的一个亲密的接触 那已经这样了吗 都淋漓不尽了吗 经常不舒服吗 对所以有的人就会出现 而且有的时候男性是对女性伴侣啊 一般的对女性的这个伴侣是敢怒不敢言 那么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女性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有的男性呢 他也会比较 有的男性呢 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善于去表达 就是他也没有 就是因为可能这么多年的一个家庭生活 这个男性已经处于了一个比较 在家庭地位里面 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偏下的位置 他一直是被这个女性压制的嘛 被他压制了以后 这个男性就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 冠心病 冠心病也是愤怒不能表达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炎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前列腺肯定就会出问题 而且老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愤怒不能表达 他从而不好 灵力尽止 就是这样 还有我们经常在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男性的一个脱发 就男性他到了一定 其实亚洲人种 他是不太脱发的 他不像欧美 欧美的话 他的脱发是很严重的 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没办法 他基因中就是这个样子 他人种就是这个样子 他到了一定年龄 他就会秃顶 但是亚洲这种男性应该是 就是他的基因中 这种秃顶或者头发比较少的基因 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为什么现在男性的脱发的这个人特别多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压力是相关的 我们还会发现这个男性和女性 他的夫妻生活 夫妻生活已经就是可能在30来岁 30来岁可能往后就很少了 频次就很少了 那有的男性和女性 他可能30多岁以后 可能就跨入到了一段 无性婚姻的一个状态 其实不是不想 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时候又有人可能要跳出来 那他怎么跟2加1的时候 那么 活力在线 但事实上是这样的 本身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这个环境 本身就是一个高压的一个环境 这个家庭的责任 因为现在在国内或者在亚洲的这个主要 主要还是男性 男性的整个的经济 经济的收入 在支付家里的这些开销 那么男性他职场上的压力 那么他在家庭中养育子女的压力 还有跟伴侣在一起 伴侣对他要求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他在 他在这个婚姻里面 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逃避的状态 那他我不要 我不要在这个家里面再压 那我在外面2加1一个 我可能就会让我自己舒缓一点 但是也不一定 他跟那个2加1就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这种情况 确实会给这个家庭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创伤性的一个影响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不一定这个家庭就散了 我们也接到很多 就是2加1的情况 但是先生并没有说 我非要离婚 要抛家妻子这样子 我还是愿意留在家庭里面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没忍住 要跟外面的人怎样怎样 就这样 那么实际上跟这个高压的环境 还有人性的本能都是相关 是的 他们还有好多好多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就时间的关系 我们到9点半 9点半结束 还有12分钟 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们有真的 有自己的特殊的问题 那最好就建议你们加这个老师的微信 去关注他的这个公众号 这个视频号 然后去私下来 私信老师去约咨询 不要去私信问问题好吗 我总是要强调这个 对问题不可能说 几句话就解答 那还有你看又问这个孩子吃饭不太吸收 很瘦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孩子几岁 对孩子多大了呢 多大了 是幼儿还是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多大 这个近代花开 刚才六岁 六岁 六岁 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吃饭不好的一个情况 对 你要看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他是刚出生 他的这个就胃口不好呢 还是说最近你要说一个时间 吃的多 但是很瘦 你这个瘦是在医院里评估的呢 还是你自己觉得瘦啊 精神怎么样 嗯 是男孩女孩 身高多少 体重多少 哈哈哈 那你觉得啊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如果是那个六岁的是一个男孩 男孩 身高体重是多少 四十斤 哦 四十斤的 就是 五二五 四十斤 六岁的男孩 父母的那个整个的状态怎么样 就是父母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 家族里面就是父母的身高体重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 其实我们比如说你说到一个孩子六岁 那么就是吃的多 但是不就是不长肉啊 呃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胃口 精神非常好 能蹦能跳 专注力也很好 其实这个就还要看一下父母 如果你这个父母本来身形就是比较瘦的 那你这个家族中 你就是身形比较瘦的 他就是吃的再多 他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DNA的基因 如果他精神很好 活力很好 啊 学习各方面游戏哪一样都不耽误 睡觉也很好啊 很重要的一个睡觉也要很好啊 哪一样都不耽误 那这个孩子没什么问题 对 他可能有这个孩子 对 但是如果就是这个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活力不够 我吃了很多活力不够 每天精神不好 然后一直不长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要去查一些基础的代谢啊 要去查一下这些基础的代谢 如果说这个基础代谢是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饮食的状况 那么有的有的食物 他可能就是吃出来 他这个孩子就吸收很好 有一些代谢很高的人啊 他吃的是很多 但他活力很好 他运动很多 他就是不长肉的 活力好 他说活力好 活力好 睡眠好 那就好呀 那就没问题 可以 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关注到你什么 你的担忧是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自己也去找到这个担心 担心生病还是什么 手臂还特别细 手臂还特别细 这个其实就是看到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这个手臂细 让你想到了啥 你觉得这个时候 他的手臂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维度呢 对 如果手臂细代表着什么呢 嗯 就是这个部分一定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进入到这个 团体沙龙 就是我们有一个团体沙龙 就是里面就是关于 我们的一个外在形象的一个外化意象 那为什么这个细 这个长 对你来说是有一些感受的 嗯 你有这个沙龙是吗 有的 哦 那一会我把你的微信的 这个二维码推荐给他们吧 我都放到我的群里面 好嘞 对 可以就是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 作为一个女性 或者作为 我们很关切自身成长的一些女性啊 嗯 首先我们可能不一定非要着急去咨询 我夸插一下 就进入到一个个案的 一对一的这个咨询的一个状态里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 可能通过一些学习 比如说我们知识面的一个宽度的扩展 那这个时候 当我们掌握的东西越多 我们了解的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是越笃定的 就比如说 我们知道这个感冒 是因为着凉 会引起感冒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换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增减衣服 不恐慌了 我们知道因为做了这个策略 那我们可以减少感冒的发生 或者我们戴口罩 可以减少感冒的发生 那么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女性就是增加自己 知识的一个宽度 那么这些宽度 含荣的这个姿势 就会来弥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 这个人格 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那些部分 可以适当的去弥补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的内核 就会更加的去稳定 更稳 更稳 我们的内耗就会更少 因为内耗有时候是想不明白 没事就乱想 然后想想想想想半天 绕不出来就想不明白 可是当你的知识面扩展了之后 当你在一个沙龙和团体里面 你会看到更多的人有相似的焦虑 但是又会看到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你也会被激发出你自己相应的一个方案 会向更好的方案去发展 这个其实就是学习的一个魅力 一个团体的沙龙 它所带来的一个魅力和疗愈的方法 那我们再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一个家长说 讲一下儿童多动抽动 这个类型的 它的背后的动力 多动和抽动 比如说抽动 那么我们不要讲那个病理型的那个抽动 因为有一个叫抽动障碍 我们先讲抽动 抽动有一个叫抽动障碍 那么也就是身体面部肌肉表情 或者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出现规律性的快速的一个拉动 你可以看到 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是一个普通的 就是我们在正常上学 或者正常上幼儿园 这个孩子突然出现 挤眉弄眼歪嘴 然后脖子这样抽抽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嘛 然后就啃指甲 啃指甲其实它也属于抽动哦 大家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啃指甲 这个就属于抽动啊 这个孩子是目前他感受到这个压力太大了 或者经历了家里非常重大的一些事件 这个事件让他内心非常不安 如果在如果这个抽动的这个情况发生在一年以内 我们就要做一个叫什么 叫一个叫 一个叫什么 就是应该就叫一个抽动 如果在一年以后 我们就叫一个慢性抽动 这抽动如果达到了慢性抽动以后 他所治疗的时间就非常长了 就是你整个家庭 你整个养育的态度都要发生一个变化 就是你的环境要发生变化 比如说以前我们接到一个抽动的孩子 这个抽动的孩子他很优秀 因为抽动的孩子其实他是想寻求完美的 他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 这是一个方向 他要把比如说他成绩很好 那他一直就想很好 这个孩子就不得了 你想一直保持很好不容易啊 一个孩子你一考全班的前两名的话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所以这个孩子我们看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就是嘴角歪斜 歪斜抽动 连着这个颈部肌肤 然后还有的孩子就是咳嗽 就是其实他没有感冒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也没有哮喘 他就咳嗽 就这么咳两下 然后再咳两下 那么其实这都属于抽动里面的 那么这个孩子就是要跟他适当的减压 一定要减压 就告诉他这个学习 这个学习是我们去尽力做的一件事情就好 一定要跟他适当的去减压 不然的话这个孩子这个抽动可以一直延续 然后到这个差不多一年以后 慢性的话就更完调了 还有这个啃指甲也是一样的 啃指甲很多更多的部分 可能是来自于父母跟他的沟通太少了 然后多动就ADHD 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障碍 那么这一部分其实 多动了这一块孩子 我们其实要看很多东西啊 第一个 这个孩子生产方式 这个孩子是不是足跃的 先从这两个方面看 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 是一个抛妇产的孩子 那么如果是抛妇生下来的这个孩子 他患多动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状况 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是不足月的孩子 这个孩子可能没有达到十个月 可能就八个月啊 这个时候出来 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他患多动 注意力不集中 他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这个是有医学大肠膜的一个数据在这里的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出现了 注意力不集中 只是这个ADHD里面最轻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 家长没有别的 什么七七八八的要做的 唯一要做一点就是耐心 耐心加耐心 情绪平稳平稳 加平稳 因为他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状况 ADHD这个症状啊 他很多动 他不但是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还会学习困难 或者说他的运动其实也不太好 因为他肢体不太协调 他的感同也是有问题的 他的感同有问题了之后呢 他可能各个方面发展都不太好 那么他在学习过程里面是很错外 那老师不会表扬他 那同学也不会以他为傲 家长看到那张卷子60分 回来你有好心情吗 那肯定也就是对他一顿的贬低嘛 嘲讽嘛 那么一旦出现贬低嘲讽 这个孩子他注意力会更不集中 我们能做的 我们能做的 家长能做的就是耐心 耐心加耐心 情绪一定要平稳平稳 就是当你去了解 我就说女性为什么要增加 自己知识的一个广路 当你了解的更多的时候你就知道 我应该做些什么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 这一个小时 熊老师给我们信息量特别的大 好多好多的内容 太好了 对 今天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在表层 就讲了 但是后面的话 我们需要可能这个内容 首先我会保留下来 大家都可以反复的听 然后第二呢 就是特别好 你有那个沙龙团体的沙龙 一会儿呢 我分享到我们的群里面 大家可以加你的微信 然后看看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 知识内广度的这个拓展的途征 太好了 今天很感谢 我们大家一起感谢 把鲜花和掌声 送给我们的熊伟老师 他非常的专业 在医学和心理这两个 结合的特别的好 谢谢老师好不好 非常感谢周周老师提供了 听说 对 你还有最后有什么送给我们吗 我希望各位女性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去多关爱自己 更多的去觉察自己的一个需求 不要憋着 上身体 好的 也会表达 不断的自我成长 把自己先照顾好 再去照顾周围的人 哪怕我们是做的一些职业 就是照顾者的职业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 从今天开始 我们多一点照顾自己 然后去找自己的呼吸 这是最简单的照顾 找自己的呼吸 好 拜拜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